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这期我们来聊一下林书豪 据知名媒体人报道,林书豪在下个赛季是有可能到广州的 并且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大 我觉得林书豪和郭世强的搭配是非常万能的 他们将掀起广州风暴 大家都知道郭世强这几年带广州队真的不容易 刚去的时候广州队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是垫底的状态那个时候 真的第二年打进了季后赛 虽然说靠一些人际关系 最后把马布里给做掉 这样一个走势 这样一个结果来进去的 但是第三年郭世强就带领广州队 一军突起成为了一支准的抢队 所以郭世强还是非常有能力的 当年从辽南下课也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 也是不能在正儿八经场面上讲的原因才下课的 郭世强的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么多年当过辽南主战链 当过中国南南主战链 又把广州这样的弱队打造成现在这样一个水平 确实是有他的两把刷子 那么林书豪呢在北京首钢打了两个赛季 第一个赛季还不错 第二个赛季状态就有所低迷 是亚尼斯不太会用林书豪 在郭世强的代理下 我觉得林书豪他的特点肯定会得以发挥 因为两个人都是后卫出身 有相同的话语 郭世强知道林书豪的痛点在哪里 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组合 对于广州队来说是一个非常保险的一个组合 如果林书豪和陈英俊联手在后场的话 那么这个能力在整个CBA来说是非常强的 那么新赛季呢 如果林书豪到队的话 郭世强将会以林书豪作为核心 来打造广州队新的战术体系 我觉得新的赛季广州队是未来可期 是绝对会一个崭新的形象亮相 说不定会打进最终的前六名 好的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再见